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为何日本人糖尿病花病这么低 基本来说都是没有糖尿病 那么在中医都认为 这六个用餐好习惯 值得大家来欣赏,来借鉴 专家也说了 为什么日本人也爱吃大米饭 但是他们就是糖尿病 花病率这么低,甚至不得糖尿病 也是没有中国来得这么高呢 我认为主要就是以下几个原因 专家解释了第一点 日本人吃的米跟我们吃的米种类不一样 因为他们主要吃细肠香米 第二点 吃米饭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他们喜欢吃的饭团,寿司等都是一些冷食 而且他们的米饭大多都是做得粒粒分明 而不是软烂,粘糊糊的状态 米饭越练稠 往往也意味着升糖指数越高 而我们喜欢吃的拌饭 炒饭,大米饭,粥,稀饭 那么要么含油量非常大 要么非常软烂 那么单纯从这一点对糖尿病来说 就十分不好 也是不友好 第三点 日本人放量比我们要小 说起日本人 有去过日本的一些人都会说 日本人讲究定时 什么是定时呢 就是说一顿饭固定那么多一点点小菜 那么多饭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习惯 特别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是吃出来 每顿饭都要吃得非常的饱 甚至给它吃撑着 那这一点就非常不健康 对糖尿病也是非常不友好 第四点 他们的每顿饭的食材 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 很多经常吃日料的人都会发现 那么日料的种类很多 但是每一道菜分量都是很小 即便煎炸的食物一盘也就两三块而已 这样做就保证了食物种类丰富 而且也会避免一次性摄入太多不健康的一些东西 也包括粮食还有食物 方而不利于我们在控制血糖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第五点 专家也说了 他们每天都是很注重蛋白质的摄入 那么日本人经常吃鱼 也是非常喜欢吃摩鱼 比如说这个豆腐 豆浆等一些豆制品 但从实际上中国人喜欢吃这些食物 比例并不是很高 最后一点 那么就是日本人 他口味口感都特别清淡 说起这个日本 日本菜普遍口感清淡 甚至有很多菜没有经过什么加工就吃了 用的食用油也不多 也那基本也是不用油 那么很多时候他们日本人在做菜就放了一滴油 但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一些 包括煎的 炸的 甚至口味比较重的食物 那我们中国人放油都是一下子放一大碗 比如说我们做水煮鱼 上面都要给它泼一些热油 一泼就泼半盆 还要做那个水煮牛肉片 上面也要给它泼上一层好几碗的热油 所以这些油放太多 对我们糖尿病里面的血糖就非常不友好 那么老中医一些老中医也说了 平常我们要注意养生 保持良好的身材 那么要稳定血糖 不妨我们可以喝一些糖尿病的保护散 蒲公英 苦丁茶 如果想要降低血糖的浓度 为我们身体补充水分也是有必要 所以它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帮助我们清理血管的垃圾 还有毒素 大家可能会忽略我们的血糖水平 但血糖对我们的健康来说 是很重要 我们在这场生活中 一定要多加注意保养 避免血糖的局局飙升 那是我们可以喝的一种饮料 那就是养生茶饮 包括我现在在喝 平常养生保健都非常好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这个是老中医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好的控糖方 有糖尿病 没糖尿病都可以用它来喝一喝 没糖尿病也是平常可以起到一个保健的效果 这是蒲公英苦丁茶 蒲公英苦丁茶在《本草干木》中就有记载 我们可以将大麦 罗汉果 蒲公英 苦丁等一些药材 煮着喝 对血糖有一定的调理效果 蒲公英苦丁茶 单独这两种一起来泡水喝 煮水喝 就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我们调理血液中血糖的浓度 说起这个蒲公英 单独的蒲公英 它就能够清火凉血 既有降脂降压的效果 可以利尿通灵 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另外这个苦丁 它有清热解毒 活血降压 降血压 蒲目又清干 生津又止渴 能够去血毒 去风湿 效果特别好 如果有一些喉咙不好 我们可以再加上罗汉果 止渴化痰 清热解毒 消炎 杀菌 清热又凉血 当茶饮效果就非常好 那么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